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尼,小白去库尔勒了,然后前两天去的吧,连夜开车开了十个小时,然后她去把事情办完以后,然后现在又连续开车,又是十个小时,然后回到若强,现在已经凌晨十二点过了,大概在三点钟她才到家,然后 我给她炖点汤,先给排骨焯一下水 倒下葱姜,这个焯水焯的差不多了,我拦着去撇这个浮沫,我就每次在这个水特别滚烫的这个位置,这样稍微瘦一下,就算是焯水焯好了 放点小葱,再放一根辣椒,小米辣,再放点姜片 开始炖了 这是我从西藏带回来的,带过来的野生小董生,这个小董生,大家不要看到它长得那么丑,它特别特别的香 它比那个,比种植的,比种植的当归香太多太多了,不光有药效,而且还很增强 香炭炖开始,然后 这边水快开了,好了,开始炖吧 这是我泡发的海参 这个海参泡了七天,然后今天找泡发的最好的几个,给小白同志炖进去 看,好大的海参 大家知道这海参有多大吗,看一下,对比一下我的手 不要觉得这个很贵哦,这个是 我一个朋友,他专门做这个自补品,他给我寄的是斯里兰卡的野生海参 原来是咱们东北的那个海参最好吗 它不是被那个,放那个什么核废水 就是怕那边污染,然后现在就是用的是斯里兰卡那边的海参 那这个海参呢,就是,就想着它是没污染 所以要了这个,好了,然后开始炖进去 这个才一千块钱一斤,然后可以,我们两个人的话可以吃两个月 就是,你比如说三四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两个月 挺好的,我觉得挺划算的 自从,本来以前都舍不得吃这些东西嘛 自从九月份,我累的,身体都出问题了 差点住院,然后,我觉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就,买一些这些自补品 买的啥 买的啥 小白给我买了一件衣服 买了一件,嗯 买了一件很长的衣服 哇,刚刚合适 还是自己老公知道自己的尺寸 还给我买了好多水果 小白已经累到,就是,一定面无表情了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套,一件那种大的羽绒服 还给我买了一套秋衣,秋裤 还买了一套睡衣 哇,瞬间觉得自己好幸福啊 嗯,我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啊,就是说 嗯,那里面,那个女的,她说 嗯,希望晚上回来,有一盏为她留着的灯 然后有热乎乎的饭 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刻 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晚上回来的时候 有人跟你们煲一锅热汤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自己爱自己啊 自己给自己煲汤 好了,关注,我是阿宁 勇闯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